还请公公禀告皇上 就说 许嫔求见 公公应了一声 转身进去禀告了 德五弟正在交玉持袭写字 文言语气淡淡 不见 是 公公出去回话了 得到回复的许嫔 心里有些焦急 他扬声道 皇上 臣妾做了您最爱的绿豆羹 皇上 如今皇后之位空缺 谁不想争一争啊 德五弟文言 完全没有想要他进来的意思 玉持袭偷偷地看了德五弟一眼 别说 还真别说 我爹这张脸可真是长得好看 也难怪能有这么多的媳妇 希儿夸我好看 德五弟每眼都柔和了几分 就是子嗣不算多的 明明都这么多媳妇了 但是也不怪你啊 爹 真不是你不行 而是皇后太行了 你以前那些失去的娃 大部分都是皇后帮你嘎的 怎么样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嘎 听着就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德五弟想起自己以前失去的那些孩子 所以嘎是死了的意思 他没有太多时间管后宫的事儿 没想到竟是皇后所为 前皇后她是一点也不冤呢 欺禀皇上 公公匆匆匆走了进来 许平 晕过去了 德五弟无语 这等小伎俩他都见腻了 十个妃死九个晕 来找朕坐身 直接派人抬去给太医看 朕又不是大夫 还能够帮他看并不成 是 奴才 这边去安排人 公公退出去 看着倒在地上的许平 叹了一口气 这么热的天 也亏这位许平能倒得下去 也不嫌烫得慌 渐渐的 他就有些晕乎乎的了 他等啊等 等来的却是太医的一针 疼得他直接尖叫出声 行了 这天气炎热 可万万不要再躺在地上了 说是有办法 我又何苦 可是这般躺久了 你会不孕 太医教训的是 我下次一定改 这地也不是非躺不可 还拿捏不了 你们这群不听话的病人